那这一期我们的鸡 我们的什么 哈哈哈哈 说话好像都有了 哈哈哈哈 很明显的 为什么这个车 嗯 欢迎大家回到这一星期的五星 那这一期的我们有 紫菜 东西 这五盒紫菜都是我们之前去格兰丹 然后去泰国的时候买的 我冲着了五个口味 还有更多口味 但是因为盒装的 只有这五个口味 所以我就买了这五个口味啦 那现在先试试的最普通的啦 这边怎么化了 哈哈哈哈 这普通到我们没有话讲 嗯 我最好吃 我不喜欢它味道太淡了 东口味的 嗯 看着做很重 你是东口味的 纸纸才东口味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欸这我给人家高分 欸这我给人家高分 啊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 你会觉得普通吗 普通哦普通哦 哇他叫 呃我给高分一点 因为我很喜欢吃紫菜 这样我没法吃好事的时候我就 呃就是 就每一个紫菜你能 是吗 我给你今天改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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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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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是简易 哈哈哈哈哈哈 听到第一本了 哦 然后我讲话 我给你机会你加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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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 够了会更好吃吗 所以我就留下了 那一口我也选择是辣的 然后你只能 如果你不会太果汁 然后你想要知道它辣还是不辣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表情 对 它的表情有点红红的 就是辣的 哦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啊 就很久你懂了 它很多红色很红色 我的天啊 真的 我都会懂它是不是辣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诶 而且哦 它的红哦 这个是浅红哦 浅的 它还有一款是深红色的 那个我没有买 因为那个 喝装的 比较看不错 因为喝装都没有 喝装的 这些都是不辣的 要倒装的就看不出 有辣吗 有辣吗 有辣 哈哈哈哈 这个有辣椒也是 好像味道也没有辣 它有那个辣椒的 那个起立巴迪的味道 可是它没有辣 起立巴迪啊 的味道 像粉 我还觉得它好像辣到它没有辣 没有辣 所以我就不好吃啊 耶 哎呀 诶 清瘦那个是 普通的本数嘛 所以这个比那个不好吃 可能我们对它的期待 比较感到 对 这个是 这个是个蓝色的 鱼的口味 这样是又有鲜油的味道 蛤 我记得了耶 它第一口咬下去 它有这个 可是它后面 来啊 那个味道是什么 对啊 它的味味有点奇怪 它让我很用力的去吸这个止汕 哈哈 明白了没有 哈哈 这是后面有味道的 我感觉伤变露 它不一样的 我觉得 可是它闻下去就有 它口味不重 这个闻下去有一点鱼腥味 但是吃下去的时候就 没有这个味道 酱酱酱酱 一点 酱酱酱的味道 你要吃完整片才会一点点 酱酱酱的 太大了这个味道 我觉得好像是 不像是海鲜的味道 好像是酱油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我要吃完整片 它会有那个一点点的海鲜味 就是你吃第一口到最后 你的那个味道 你一定要嘴巴才会有那个味道 那这个是 起司口味 感觉是鲜的主菜 嗯 它有那个味道 甜的 它的起司又甜的 我希望它的起司是咸的 因为上一个它 海鲜没有什么海鲜味 它有起司的味道 虽然那个起司的味道 不是很喜欢的 可是它 稍微它口味是起司 可是它有那个起司的味道 因为它比起之前 它这个口味有重一点 然后有起司的味道 它有一种素脚味 你教我你啊 哇 尝来酱油味 酱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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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给你这么高喝哦 我嗅的时候感觉我开始吃起司 我吃的时候感觉 我吃不过气 哈哈哈哈哈哈 我喜欢它的那个甜味 它甜中带咸 可是有味道 然后比较特别 然后不会特别像这个契的 然后特别像这个鱼 特别像骨骨的 如果你喜欢吃甜的 我就会推荐这个 如果是鲜的话 就会推荐我们的第一个吃的那一个 就这样啦 那下一次我们要吃什么啦 你来点餐我们就来吃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like and share 可以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